随身穿起原住民传统服装 唱起歌来很有自信 专制老师柯竹毅 从事原名语教学已经18年 现在的孩子们 几乎是都不会讲 我们肩负了很重要的一个责任 那我是每一次 每一天都要不减热情 对这个教学 原在高雄桃园区公所任职的 曾玉兰历经莫拉克风灾后 决心到山下做布农族母语教学 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危机 那我像我这一代还可以说还可以讲 那我愿意把这样的一个 使命传承下去 我也是在39岁的那一年 才找回来我的族语 光是了解我们自己 阿美族的文化 真的是要了解的东西太多了 年轻一辈如果没有从父母 还有师长这边学到这个族语 很可能珍贵的文化资产 很可能从此就会慢慢的流失掉 高雄市原住民族语言 推广办公室成立 现今有11位专职的族语老师 他们来自各行各业 为传承族语远从各地前来 期盼传承族语保留原名特有文化 大爱新闻学员香红树 高雄报道